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2023年谈留学美国绿卡办理和热门专业选择 那我们最近注意到呢 有一些大的公司啊 包括Google,Amazon,Microsoft等等有一些layoff 那么职场发生一些变化 相应的呢,我们看到有一些自媒体啊 又讲到美国的职场、留学、未来 又有了重大的不一样的地方了 以后机会又少了很多等等 我们以前也讲过,从这方面 很多媒体嘛,它为了吸引流量 有的这个语不惊人,死不休 这方面的效果其实有一些夸大 举一些例子,有人讲的说 过去.com bubble的时候 你拿一本计算机的书在街上走 就有人上来问你要不要工作 哪有这样的事情啊 这些事情都是我们经历过的 那这个地方要么只有夸张 要么是以偏概全 那么类似的也有人讲到啊 你知道在某年啊 这个经济不好的时候 找不到任何的工作啊等等啊 这个呢,也有夸张的地方 那总体来说呢 就是像中国过去的成语 小马过河,盲人摸象啊 那小马过河嘛 那其他人的经验呢 可以作为参考 但是每一个人讲的不一样 水不像牛伯伯说的那样浅 也不像小松鼠说的那么深 每一个人呢有自己不同的经历 我们律所呢 最少看到过更多的申请人 个人的这个职场的发展 还有呢 办理旅卡身份这样的经验 根据我们的经验和观察 可以给申请人提供建议 那比如说呢 有很多人去加拿大 办理加拿大的身份工作 这当然是一个可以考虑的alternative 那但是至少根据我们的观察呢 除了我们的客户以外 我自己的同学朋友等等 也有很多人呢 去了加拿大办理了身份以后呢 他又回到美国啊 再拿到加拿大国籍 或者加拿大的枫叶卡以后 他又回到美国来工作 追求这个事业发展 因为毕竟呢 美国市场更大一些 那么总体呢 这个工作机会更多一些 一般来说呢 收入事业发展的机会也更多一些 所以从这方面呢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如果能够留在美国 考虑其他的签证身份 包括回到学校暂时读书 像这样呢 也可以是一个比较好的选项 因为呢 很多人虽然办了加拿大的身份 但是最后呢 还是又回到美国来工作 好 那么回到前面的话题 我们知道呢 做IT啊 金融啊 等等一些热门专业的工作 往往呢 compensation啊 整个的这工资的package啊 会比较高 另外呢 工作机会也多一些啊 这个是现实的 比如说呢 我自己原来学的是 化学专业的工作 二十多年前 那从这过去的二十多年里 在美国这个化学方面的工作 没有减少就不错了 那这个像计算机IT类的工作呢 应该是增加了很多倍啊 我自己的女儿在美国读本科 现在呢 她找的一个实习工作 像这样的呢 看到也是IT领域 包括呢 在金融机构做IT工作 机会相对来说要多一些啊 这也是过去的一段时间的这个现状 那很多人从中国到美国留学工作等等 她可能呢 学的就是热门专业 因为有利于就业 而且呢 工资回报也高一些 但是呢 我们看到 比如说就像最近 这一些雷奥夫的新闻显示 即使在大厂工作 有的时候呢 那如果说我中间需要离职了 那工作签证呢 也就难以保持 我的时候对卡申请还没有开始 或者办到一半也必须要中断 所以呢 这是一个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一个问题 怎么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呢 我们在这里呢 讨论一些有可能的解决的办法 一个呢 如果说你有队友同行 两个人呢 那么可以分工 对吧 比如说武侠小说里有这个叫双剑合璧 梁宇生的平宗侠影录里面有 然后呢金庸的这个鸳鸯刀 还有侠客行神雕侠侣啊 里面都提到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好多地方我们都看到 这比如说呢 一个人用一套剑法 另一个人用一套互补的剑法啊 那这个当然故事呢 虚构的 但是呢 可以从中得到的收益啊 可以想到比如说两个人啊 那可以一个人做比较稳定的工作 对吧 另一个人呢 做更有挑战性的工作 那我刚来到美国的时候呢 还是90年代 各方面的信息啊 也少一点 当时呢 有的这同学就说 如果说这个配偶 队友吧 双方两个人 一个人不动 另一个人可以乱动啊 可以说这个换不同的工作啊 那类似的道理 比如说呢 如果说 配偶双方 两个人 那可以一个人呢 做更有挑战性的 比如说 这个收入也更高的工作 另一个人呢 可以考虑做更容易解决身份的 这样的工作 比如说这个可以能够办 NIW EB1 或者Perm旅卡 那我们知道呢 现在你在拿到旅卡以前 只要140批准了 哪怕还在排期中 那么如果你拿H1B签证 Pail拿H4签证 那么Pail呢 也就可以用H4EAD来工作 这样就解决了工作许可问题 然后或者至少呢 如果一个人在美国有合适的签证身份 另一个人呢 就可以用这个Dependent签证来工作 这样呢 两个人可以互换角色 对吧 可以分工配合 来解决这样的工作 事业发展和签证身份 绿卡这方面的问题 那除此以外呢 当然有的时候 一个人自己也可以考虑 这个同时解决工作和绿卡身份 这方面的问题 当然可以先后啊 也可以安排在同时 比如先后嘛 那我们也有很多客户申请人 比如原来学的是数学 物理 工程 等等 那么读了硕士或者博士 相应的解决了这个绿卡身份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 他又学习了其他的热门专业 比如说Data Science 精算 Quant 等等 当然也有更多的 还有这个Computer Science 这些方面 那么在他的绿卡身份 得到解决以后呢 他又去转去做其他的 这个工作 这个也是允许的 可以的 或者呢 有的人比如说 如果我一开始读的 就是Computer Science 但是呢 除了本科以外 我读了硕士 我做了一些研究工作 我发表了一些会议的论文 那得到了一些引用 有这个科研方面的成果 那么我除了找这样的热门专业的工作以外 我也可以自己呢 相应的办理绿卡 那么我们知道呢 像NIW虽然和Perm的EB2属于同样的类别 但是呢 有更多的灵活性 你如果在中间换工作 可以不影响你的排期 不影响你继续用这个已经办理的140 在将来取得绿卡 那从这方面来说 还是有这个优势 而且我们知道呢 从2023年1月底开始 NIW申请 你都可以用Premium Processing 那么很快呢 就可以知道结果 这样呢 那么140批准以后 哪怕还在排期中 也有其他的优势 一个呢 换工作可以不影响你的绿卡 另外呢 H1B可以一直拿下去超过6年 不受6年限期的限制 还有呢 配偶如果拿H4签证 可以把你AD 同样呢 比照在武侠小说里呢 就像这个石雕侠侣里面提到 比如说这个小龙女呢 她有这个分心二用 双手互搏 学会了以后呢 同一个人就可以使两种不同的剑法 就达到这个双肩合臂的效果 所以呢 有的时候可以队友互相配合 有一个分工 也有的时候呢 比如一个人同时或者先后 达到解决绿卡身份问题 以及取得这个热门专业工作 是一个发展的问题 那我们知道呢 在网上数据上谈到呢 中国最近几年 每年都毕业1000万以上的大学生 所以呢 这方面来说 至少劳动力市场呢 还是存在有比较激烈的竞争 有这个送多周少的问题 那根据大家一般的经验 在美国呢相对来说 这方面事业发展呢 对于很多人可以有更多的机会 所以总体来说 我们以前也提到过 对于个人来说 在美国留学或者说工作 取得利卡 这个对于很多人呢 还是realistic的 可以办到的 可以实现的 但是呢 从一开始就要认真加以重视啊 开始要有一个计划 好 那么我们这个视频呢 讲到的是 2023年谈在美国留学 办理绿卡身份 和高薪的热门的专业 选择这方面的关系 有更多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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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